接下來做題目 這一題標示有XYZ 這個題目因為格子都畫好了 所以你要做物據等於項具會非常簡單 數格子就好了 很容易就可以做 你可以根據我剛才教的什麼畫成像 連直線 然後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可是因為它有大小 它有一個方格 所以這方格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就是 你從左上角連可能連不到 可是從另外一邊連可能就連到 這表示你沒有看法看到全部 可以看到部分 可以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眼睛東西很多 所以會很適合我的什麼解法 第三種對不對 第三種 所以從眼睛出發畫 因為格子都畫好了 所以你很容易做入射線跟反射線 因為格子都畫好了 所以畫反射光 一格一格 出來也是一格一格 三格一格 所以出去了三格一格 畫好了 哇 誰完全都在範圍內啊 Z 所以大家選C 你畫現在XY怎麼樣 Y是有一部分看到一部分 看不到 看到一部分 看到一部分 看不到 OK 所以如果你是怎麼 畫在看Y的成像 去連眼睛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說 從這個點連沒有通過鏡子 從這個點連有通過鏡子 因為它沒有全部看得到 OK 可以嗎 可以好嗎 你也可以畫XY的成像 而且你的眼睛也可以 OK 好 來 請問你 小明在桌上呢 有四個鏡子 然後呢 有個物體 它要從假移到椅 然後可以看到全部的過程 不用想太多 你就把它從假移到椅 當作有根棍子 有假到椅這麼長 要看到這根棍子 然後呢 ABC四個鏡子 你看起來是四個鏡子 分開放 你可以把它當作的是 同一個鏡子也可以 重點是 最後你要不要穿過A 或穿過B 假如你用第一種做法 化成像 連眼睛 從假去連眼睛 從乙連眼睛 看它有穿過哪一個鏡子 就是哪個鏡子可以看得到 OK 怎麼辦 誰可以看到全部 誰能夠看得到 整根棍子 把假到椅的過程 當作是一根棍子 以誰可以看到 假到椅這根棍子 全部的棍子 誰呢 ABC哪一個呢 我已經忘記要找男生的女生了 男生 男生 賽哥男 22 22 台北金城武 你選A 請坐 你選A這面鏡子 來 鏡中成像 戶具 戶具等於 相具 大小要一樣 我也不用畫什麼左右 相反 你都不用了 OK 然後眼睛成像一點 誰通過啊 通過誰啊 通過誰啊 通過A 誰可以看到見 A看得見 誰可以看到見 好 所以答案選A 答案選A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等一下呢 我再跟各位講 還有一些變形的題目 我當然要跟各位說 當然要跟各位說 還有一些變形的題目 就是所謂的視野問題 視野問題 你能不能看得見 這個是會考的 這個是台灣的 聯考程度的考試 有考過的 有考過的 OK 希望能夠理解 該如何解決 可以嗎 可以